两块九一块的牛排你吃过吗 在很多同学的印象里 牛排少则几十多则几百 可网上有些牛排 每块两块九三块九 而且还包幽 这些便宜的牛排 同学们是不是不敢吃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他们只是重组牛排而已 虽然名为重组 但实际上就是普通牛肉做的 只不过放入了卡拉椒等一系列添加剂 再被机器压制而成 而其中的卡拉椒 也是来自于海草中的胶体 在果冻等食品当中都能看到它 只要放在重组牛排中的添加剂 符合国家的要求 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但是在不达标的加工厂 重组牛排就意味着危险 他正在制作重组牛排 这些牛肉加入盐 水和添加剂之后搅拌 之后装入袋子里 在2-5摄氏度的跌温下 储存8-24个小时 取出来切开 就变成了假牛排 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对吧 但是你反过来想想 如果我在操作过程当中不规范 让牛排受到了污染 你还敢吃吗 很多自助餐厅里的牛肉 都是假牛排 也就是重组牛排 这些牛排在大型批发市场当中 少的几块钱一斤 多的也就十几块一斤 而且几乎天天被想完 而被抢走的牛肉 要么留下自助餐厅 要么留下普通餐厅 虽然名为假牛排 但也不是不能吃 就是它在制作过程当中 容易自生喜剧 所以一定要做全熟的 你要是敢吃什么 五分熟八分熟 就有可能进医院 据说老美那边 就有人吃过假牛排 然后嗝屁的 有些商家挂羊头卖狗肉 明明卖的是假牛排 但却说得模棱俩狗 眼睛的同学 一眼就看出来 这就是重组牛排 但不了解的同学 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更多的商家挑明了说 自己卖的就是重组牛排 价格也不贵 每块也就两块九 而一块大约100克 一斤也就是500除以100乘以2.9 就是14块五毛钱 相对于市场上 三五百一块的真牛排 重组牛排老便宜了 但是在质量上 被真排甩了八条街不止 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 分辨真假牛排呢 目前市场上 桌有三种牛排 分别是原切牛排 条理牛排和重组牛排 什么是原切牛排 就是直接从牛里脊 牛外脊 直接切下来的牛排 这种排不注水 不腌制 没有任何添加剂 而且从面向来看 它颜色鲜亮 有光泽 脂肪减白乳黄色 而且在配料表里边 也能够看到牛肉两个字 但凡多一个配料 这就不是原切 所以原切牛排 也被称之为真牛排 那什么是条理牛排呢 就是在原切的基础上 放入油盐酱素黑胡椒 商家帮你腌制好 所以配料表当中 除了牛肉之外 还有其他的 这种牛排的优点 就是方便 不用你再加调料 直接下锅煎就好 非常适合像小马哥这种 懒得动手 又不会做饭的人 有小刀消息说 个别商家 为了降低成本 用变味牛排腌制 晚上淹了之后 谁也尝不出来 那什么是重组牛排呢 它也叫做假牛排 就是把一些碎肉 或者小块不为肉 用卡拉椒 或者是其他食用胶 固定压制在一起 这样的牛排 死则消案 从文理上来看 就能分辨出真假 比如这两个牛排 谁真谁假 同学们能够分辨出来吗